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展电影院妹子看电影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Nia 今天這個節目終於被我霸占啦 那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為什麼他們還沒有到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台中戰前的秀泰影圈 我們很榮幸的要來體驗這個 Screeny-esque的體驗 咪雅雅 以前好像剛好沒跟到 對 你們上次排擠我沒有約我 那我今天呢 終於有榮幸可以來體驗這個超級巨大的螢幕 因為我本身就是 從來沒有看過超過180度的螢幕 所以我今天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呢 就是經典的科幻恐怖片 異形 那其實 對沒錯 然後我自己在家呢 先上網做了一點功課 我看到那個預告片 我就有一點後悔接到這個投稿了 怎麼帶我來看這麼恐怖的片啦 好啦 那因為他們影廳好像快要開始了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撞撞撞 enemice political power shifting hero does a pomp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來不及了 秋風 欸? 彌 conocer 你把她抓出來 走 我們還沒有太長耶 我把她抓出來 好 來 哈囉歡迎來到美展電影院 妹子看電影頻道 我們很開心受邀來到 台中戰前的秀泰影城 我們來看Secret X版本的電影 拿著爆米花的大家好我是Mia Mia為什麼你的爆米花沒有買我的呢 因為你讓我等太久了 哈囉我是小溪 大家好 真的很想吃 我真的喜歡吃這個 我們今天要看的電影是科幻作品 異形 請問之前有看過嗎 我沒有 我好像有在電視上稍微看 但其實沒有太大的興趣 是女生 我覺得很噁心 但後來普羅米修斯出了 我還是看了 還是很噁心 還是噁心 但就是看過一次就再也不看了 謝謝 我們讓我們今天看電影看 可以刷新我們的三觀嗎 好 希望不要啦 我是有偷看她的預告 啊 那感覺怎麼樣 感覺有點像智隆 恐怖又噁心對不對 對 不行 而且今天的畫面這麼大 你要看那種恐怖片又噁心的話 對 其實是很刺激的 我看一下 我不行 沒有保護我 好 沒問題我來了 我看看其他內容 我覺得他的預告剪得超好的 其實反而會讓我想看 真的喔 我覺得 等一下來訪問心得 好期待 我看完預告我不要 我很怕因為 已經不是三個嗎 怕呢我怕有人抓預告 沒有 我很怕有人抓預告 沒有 沒有 然後你抽 出來 那我們今天看 Squade S版恐怖片 就是 成績感很好 會讓你覺得 如果 噁心的話會加倍 恐怖感會加倍 真是太好了 對 挑戰你們的膽量 好喔 我沒有 真的沒有 你們會期待要看到什麼樣的畫面跟劇情嗎 最好不要太噁心 最好疫情不要出現太多次 最好疫情不要出現 比如說人類跟那個 疫情談戀愛之類的 就是疫情不要出現太多次就好了 我們來這邊就是要看 疫情不要出現太多次 隔壁的影音應該 可以可以 那我可以去隔壁吧 我跟你講 疫情沒有出現太多次 我們會撕點票 我們撕臂吧 好 我們聊了夠多了 那我們來開始看電影吧 Go 來 好我們電影看完囉 然後我們要來分享心得一下 我現在非常緊張 因為你們看一下周圍 欸 柴子跟 小心欸 欸 欸這邊是哪邊 這麼多花花 我會找一下 為什麼這個 哇 我最喜歡這個 真的很可愛 欸這個很漂亮耶 欸 怎麼會動 好多長眼睛 對 特別我們多了一個新的來賓 哈哈哈 我叫 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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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台中的米奇卡 人形咖啡館這邊採訪 你們看完覺得好看嗎 好看 好看 是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片段之類的嗎 蠻印象深刻他那個深化人 但可能也會有一點小小劇透 因為反正有一 有一度就是他把他抓住這樣子 對 然後我那個我直接叫出聲音來 我直接在電影 啊 這樣 那個你有聽到對不對 哈哈哈 因為我剛剛後面有去稍微查一下他的那個 後面的接受 因為他發現說原來最後的那一隻一隻 生出來那一隻一隻 他是真人演出的 有這麼高的人嗎 我們來就知道他 他是一個羅馬尼亞的藍術員 對 他是知道 很高很瘦 然後他來主演這部電影 我覺得超級超級 很恐怖 他是最恐怖的 過癮啊 就是一直被衝擊啊 其實我會 因為我是負責開拖 我會有點精神不濟 然後我覺得 哇 他的劇情或畫面或音效 我都覺得沒有冷藏 真的沒有 對 大概前面開始就沒有冷藏 然後就一直衝擊我 然後像我們的體感就是感受聲音嗎 我就覺得 欸 我的褲管在抖動 欸 那個椅子在搖 我就覺得好爽 確定不是下面有人在 對啊 對 還是旁邊的抖腳 那個異形啊 那些的 他們的那個舌頭 生出來的那個觸角什麼 我覺得都做的蠻細緻的 我會讓你覺得是複製貼上 對對對 不會假假的 而且我覺得他的畫面 說得很快 比如說 我一想看他那個嘴巴張開的時候 生出一個小跟的 然後穿過人的頭到後面 結果他就 就沒了欸 對 尤其你們說很帥那個 啊對 就沒了 沒有穿過去 哈哈 我們也不想看他 我不忍心 嗯嗯嗯 我覺得那一對修美 就是最一開始臨被當的那個男生 嗯嗯 他雖然讓人覺得有點又愛又恨的 但他也有他的理由 然後 他的眼睛讓我覺得 哇 我其實蠻印象深刻 嗯嗯嗯 就有點 就你為什麼這樣子 對 但是我又覺得有點同情 嗯確實 就是如果一個人在演一個事情 他會讓你覺得說 讓你討厭他的話 那他是成功了 沒錯 對 對 異形在那邊看的時候 我就一直看他的牙齒 為什麼 欸這很壞欸 我覺得很像鋼牙 對啊 喔對 銀色的 對對對 就是他那個牙齒 可能咬任何東西都 他都不會壞 對 牙齒不會崩掉 非常堅毅 因為他是完美生物 喔 喔 主要是因為今天的影廳 我們就加成很多了 就是三個畫面嘛 然後我們主要看中間畫面的時候 兩邊的畫面會變成 比如說他們在走的時候喔 兩邊的畫面會跟著有那種延伸感 對 就像他們一起走 對 特別是他們在那個什麼 走道在走的時候嘛 對 旁邊不是東西嗎 那個牆壁也跟著在走 很像漫畫 漫畫人在跑的時候 會畫一些線條 我不喜歡這種科幻片來說 我覺得 但他又讓我覺得 還蠻好看的 就是雖然我不敢看 但是又蠻好看的 就很矛盾 對 但是我覺得已經不錯了 給他一點鼓勵 看完以後就跑去廁所 我先去 而且是在最緊張 他臉要吐 這邊最緊張跑去廁所 我先讓我跑 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對 他也沒有無聊的評斷 確實欸 很刺激 只有前面大概十分鐘 讓你可以吃爆米花 後面又吃不下了 我真的後面都沒在吃 對不對 被嚇到 吃得快 不是嗎 你是一個爆米花拳在酒嗎 我前面還是很罵 他越緊張 我跟著越緊張 我想說你很餓是不是 如果我沒有看過預告片 我對他的整個主題 是沒有興趣的 其實 因為我對那種這種 沒有死心 太噁心的畫面 我不是討厭 我只是覺得 可能也拍不出什麼 但是他的預告片剪得很好 所以最讓我驚喜的地方 是他的預告已經剪得這麼好 照理說 他的預告通常 大家想要喜悟的人 都會把最精彩的地方先剪出來 對 然後你看電影的時候 就顯得沒那麼驚喜 可是他不會讓我覺得 是這種感覺 對 而且 異形 那個外星人 這種主題來講 對 東西應該不少 但他不會讓我覺得 他很不出眾 對 他很多元素在裡面 異形系列 我們以為他就是動作片 或吃人的 沒什麼可以演 但實際上他有演 帶到神話故事 沒有看到 我有看到 你也有看到 我們女生真的看好戲喔 沒有看到嗎 你看 男生你跟女生看到 關係就不一樣 就是那個 最一開始影片到那個女生 就是封面的那個 孔寶女生 他一開始我以為他是 他其實也蠻冷靜的 他很帥氣 他其實也沒有做錯什麼 他只是比較衰 對 他的長相就是 李便當的 不能這樣 是不是 那個就李便當的臉 你看那個男生也是啊 李便當的臉 對 哪一個 那邊哪有 但我也看到 他一戳下去 他冷靜頭就爆 好可憐喔 浴告有 浴告有 我剛剛有看冷靜 你在生什麼氣 0.01 他本人有在現場 好可憐喔 我們剛剛看那個 就是第一個光頭的女生 他死掉的時候 不是 然後前面一直這樣 棒棒棒 裡面一直吹下去 有 很可怕 對 那邊就有一個 他還拿那個 對 他感到很奇怪的時候 他這樣 太可憐 那個畫得超棒 不是要給觀眾看 超帥的 他這樣打看得到啊 然後棒棒棒的時候 蹦開來嘛對不對 對 然後打開來的時候 就有個東西冒出來 然後我就跟小溪說 好噁心喔 然後不知道誰從 不知道另一個角色 從外面寄達室 就看到那個女的塔在那邊 然後那個胸口 就有個東西這樣伸上來 那會超噁心的 超噁心的 人家約人說 欸我們來看疫情喔 你們的 好 好 改觀了改觀了 一定可以吧 我還是不行 但是下次再沒有 好 那我就看 然後我們就亂抓你腳 我不行欸 我會逃出電影院 每個人反應真的都不一樣 對阿對阿 對阿 剛剛感到你 因為你坐旁邊嗎 你就是很興奮很興奮 對 然後老闆你坐這邊嗎 對 他跟我的反應比較類似 然後他坐旁邊嗎 我們這邊 我們三個是不是害怕去 他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 那個 Scream X 他是這兩邊 然後他可就是特別 因為如果你是靠 你身體旁邊 是看得到 你剛是有人的 那如果你像他可 又要往前的話 我是看到整面的 然後他可又很緊張 你就看到他一直打 然後要你前面的愛 才又害怕 那樣子 然後老闆跟我就是 那一種緊張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 我們其實比較平淡 但是 還是一個的緊張 然後 就是可能下完 然後我跟老闆同時 就會這樣 上一口氣 哈囉 我是鐵絲 剛剛我們看完了前面那些美女們的精彩獎品 那鐵絲要來做最後總結 這次我們很榮幸受邀體驗台中秀泰影城 戰前店 Scream X版的異形 戰前店是體驗前 鐵絲算是非常期待的影廳 然後我們體驗完後 鐵絲算是非常的震驚 新的分享的話 鐵絲再拍一部來分享 請大家敬請期待另外一部 叫Scream X版的影廳介紹 平常鐵絲是不太會去電影院看異形電影的 主要原因是如柴子剛剛所說的 他覺得異形就是動作爽片 再怎麼拍也很難在劇情上琢磨太多 但是上一部的普羅米修斯 因為劇情很棒 所以鐵絲反而很喜歡 那這次來看雷力史考特拍攝 1.5集的異形 為什麼叫1.5集呢 因為這部故事是穿插在 異形第一集跟第二集中間的 所以鐵絲叫1.5集的異形 那整部的故事規模很小 從預告也可以看出 大概就是上太空船探索 被異形追殺之類的劇情 就看看我們的雷爺 導演雷力史卡特 如何好好發揮 這是我們異形八個人觀賞完後 大家一致認同 好看 很好看 超級好看 超級好看 而且是先來聊聊畫面 很多驚險特技場面 或是異形的畫面 都是真實的 不是靠電腦特效的 他們是打造異形的機器人 所以看起來就不會假假的 呈現的效果就是 鐵絲異形的人 看完了會特別緊張 因為劇情他是一直在逃跑 所以從頭到尾都非常緊張刺激 沒有冷場 看完電影後 鐵絲發現自己兩隻手 是握在胸前 看一下我的畫面 我是 我是 就是這樣看 兩隻手是握在胸前沒有綁下來的 整個身體是非常緊繃的狀態 果然動作場面還是少用特效 更能夠抓緊觀眾的情緒 所以這次畫面表現 團隊綜合評比給得很高分的8.8分 接著來聊聊音質 這次秀泰影城 我們站前練新打造的ScreenX一天 算是改裝升級 連音效也一起升級 所以好的音質更好幫助鐵絲判斷 異形哪些片段的音效 令人印象深刻 這一部異形比較少音樂片段 音效片段煩得就很爆棚 很多追逐打鬥或是經典的X光照胸口 就是那一段拿X光去照胸口後面的 異形破堂前的垂胸感 很像打狼頭在喬觀眾的胸口 甚至鐵絲的酷管都會有那種鼓動感 而見得異形的極低頻下潛非常低 搭配影天的超低音強烈音壓下 打擊力道特別猛烈 壓迫感也非常重 令我們異形人為這個緊張刺激的音效打呼過癮 我們事後有採訪秀泰人員詢問超低音數量 下一集ScreenX聽再幫大家解密唷 這次的音質表現團隊綜合評比給了很高分的8.9分 接著來聊聊劇情喔 劇情用了很多兄妹情情侶感情還有母子情 還有那個AI機器人的同類情 同種族的同類情搭配人心內亂 還有AI機器人個性各種切換下來就會非常有看頭 雖然太空船內冒險格局小 但是錯綜複雜的人性加上宇宙升空的孤寂感 特別給人有種想要放棄火下去的念頭啊 整個太絕望了 這也是導演雷利史考特 要帶給觀眾的各種感官體驗喔 所以劇情表現團隊綜合評比給了8.5分 比音效跟畫質稍微低了一點是因為 通常動作片啊 劇情都會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異形得到8.5分算是很高分的老實講 所以綜合以上畫質影子劇情 這次雷利史考特的異形 達到了我們拍攝以來評比最高分的豬容 綜合分數為8.8分 我們恭喜異形這部優秀的作品喔 如果想要看我們體驗什麼內容或開箱什麼影片的話 歡迎到下方留言喔 記得跟周到的朋友分享 讓他們來接坐看我們的影片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評斩電影院我們下次見 掰掰